大家好我是Facecam 我們今天來玩一個全玉三家的誓約隊 雖然我在一年多前就已經組過一個誓約隊也拍過影片 不過當時很多玉三家都還沒進來朱子 大部分前代玉三家都是在DLC才拿到簽證 他們進來以後滿地都是一級神跟二級神 所以除了咆哮虎跟金剛星以外的玉三家其實很難有機會表現 現在的規則禁止所有神獸就好是一個非常適合玉三家表現的環境 因為玉三家的種族值很高都在530左右 即使是相對較弱的玉三家也不會太弱 所以我就決定組一個只有玉三家的主題隊 然後既然要組玉三家隊就很適合帶個誓約 所以我從一開始就是以誓約為核心來組隊 誓約是一種玉三家專屬的特殊技能 也就是只有玉三家可以學 而且根據不同屬性的誓約組合能夠打出三種合體技能 分別有三種特殊效果 舉例來說火系玉三家全部都會火之誓約 水系玉三家也全部都會水之誓約 我們只要在一回合內同時打出這兩個技能就會變成水火誓約 是一個威力150的水系技能 必定有本性加成 而且打完以後會在對面場上開出彩虹 接下來的三回合之內 我方所有技能的附加效果觸發機率變成兩倍 就相當於天恩特性的效果 而三種誓約組合裡面效果最強的是水草誓約 打完會開出三回合的濕地 讓對面全場速度降到四分之一 相當於兩倍強化版的順風 是一個非常強的控訴效果 所以誓約隊一定會帶的就是水草誓約 而玉三家的合體技能有一個特殊機制 技能的出手順序是看先行動的玉三家 威力是看後行動的玉三家 而且誓約全部都是特攻技能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高速草系搭配低速水系特攻手 或者是高速水系搭配低速草系特攻手 先動的那個人比較不需要速度以外的種族值 只要夠快就可以帶著後動的人高速出手 但是所有草系玉三家的特攻種族值都很低 最高的蜥蜴王也只有105而已 所以最理想的組合就是西式海人加一個高速草系 在草系玉三家裡面最快的是假眉苗 其次是蜥蜴王 但是蜥蜴王除了快以外真的沒什麼特別的優點 假眉苗比他強非常多 因為他是變換自如的 如果帶講究道具的話 可以打出各種水火草以外的本系技能 補充隊伍需要的進攻屬性 對於全玉三家隊來說 這點是其他玉三家比不上的優勢 而且圍禁假眉苗速度真的非常快 高達288 比極速的雨天優惟懸運剛好快2點 這點也非常重要 可以超速非常多順風下的人 確保我們一定可以先手打出誓約 不過誓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非常怕擊掌 所以誓約隊一定要能夠防止對面首發擊掌的手段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帶個守住 或者選兩個幽靈系的人 火爆說一方面是幽靈系最強的玉三家 而且他也非常適合搭配屍體 因為火爆說最主要的優勢就是高速噴火 在確保能夠先手的情況下 眼鏡噴火的力度是非常高的 另一方面他是幽靈系的 所以也可以搭配太盡幽靈的維丁甲妹喵 防止對面首發擊掌 而且我們也可以有另外一個模式是選擇打火草誓約 這是一個火系技能 附加效果是在對面場上開出火海 連續四回合內對面每回合結束會扣血1% 相當於一個小型的超級巨噴火龍 雖然效果不像屍地那麼強 不過也算是有用 而且由於合體技能的威力是一具後出手玉三家的特攻 所以為了打出最大的傷害 他可以是講究眼鏡或生命寶珠的 這場玉三家隊本身都是由水火草構成的 所以其實有一定的聯防能力 我覺得隊伍至少有一個平衡模式會更強一點 以這種隊伍來說 西式海人不太適合帶眼鏡 反而火爆說還蠻適合的 因為他可以眼鏡噴火 所以我就把眼鏡給火爆說 生命寶珠給西式海人 他們兩個人是隊伍最主要的爆發輸出來源 不過這三個人的屋裡耐久都不高 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遇到輸出高速度又快的物攻守會擋不太住 尤其是鋪斬將軍多龍跟大紐拉 鋪斬將軍會突起這個比較麻煩 所以我覺得必須要放的人有兩個 第一是格鬥系而且物防很高的人 其中最好的選項就是布里卡龍 因為他的物防種族值夠高 而且又會本系鋪擊 我們只要搭配金剛星開場第一後 加上他自己帶金草種子 布里卡龍出場就會物防夾夷跟藏馬人特很像 而多龍跟鋪斬將軍的隊伍 通常都比較以物攻為主 也就是非常不好打鐵壁以後的布里卡龍 通常能打的手段就是西式海人 但是西式海人非常怕草西物攻技能 我們這隊同時有三個草西物攻手 所以他是不太好出手的 而且布里卡龍的主要進攻首先是格鬥系 我們有帶鐵壁所以減半傷害倒是還好 通常都可以鋪得動 盲點就只有幽靈系而已 而目前最熱門的幽靈系是塞富豪跟多龍 他們兩個人都不好打背心咆哮虎 因為拍落可以直接秒殺他們 不過詭計塞富豪的隊友通常都會有威嚇手 所以我加了非常多物攻 確保咆哮虎在物攻簡易的情況下 閃營衝鋒還是有可能衝死塞富豪 所以這三個人就可以構成一個非常強的平衡模式 不過隊伍同時帶了金剛星布里卡龍跟賈妹喵加上兩個火系的人 就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比較不好打對面的火系 所以我的金剛星非常需要帶10萬馬力 而且因為隊伍有強化手導致金剛星也很需要急速折返 反而擊掌相對還好不是那麼重要 因此頭戴就是非常適合金剛星的道具 目前環境中的10日海人通常都會帶黑物方便打吃虎霸 但是由於我們這隊友一堆草系技能 包含吃虎霸的天敵就是賈妹喵 他只要不太天就會被千變萬花打死 而且我們又有眼鏡火爆獸 吃虎霸如果為了抗草的話 太盡屬性通常都會弱火 而且我們還有威嚇擊掌跟青草場地 吃虎霸通常是不好打草系的 因為他的主要輸出技能是地震跟波動充 所以吃虎霸對這個隊伍來說其實威脅很小就不太需要黑物 我就決定讓西日海人的第四格代精神強念 主要是為了打大牛拉 因為西日海人最常見的天敵是大牛拉金剛星跟鈍菇 我們這隊五個人有三個草系而且全部都抗草 所以對面通常很難選出鈍菇跟金剛星 因為蘑菇包子會睡不到人 而且草系技能幾乎打每個人都打不動 所以弱點就只剩大牛拉而已 他是四倍弱超能的 而且有時候會搭配愛管式 吃精神裝子加特防 讓西日海人沒辦法一下秒殺他 但是我們只要太精毒或加上咆哮和威嚇 再加上帶精神強念就可以秒殺加一大牛拉 也可以進一步提升西日海人在這隊的價值 而且有在拍片過程的勝率也還不錯有接近80% 最主要的缺點在於合體誓約是單體技能 所以你只要打到鎖住上面就等於浪費一回合 通常我打輸的情況就是剛好猜拳猜錯邊 我們是要看情況決定要不要鎖誓約 因為這隊是一個比較平衡的隊伍所以玩起來不算非常簡單無腦 但是如果你想玩看看只有玉三家的隊伍 或者想玩看看誓約隊這隊就還不錯 今天的問題是如果可以選擇一個玉三家成為你在現實生活的夥伴或是寵物 你會選擇誰 我的話應該會選夥伴喵吧 因為他在進化以前還是蠻可愛的 不過假如他們會進化的話我可能會選騰騰蛇啦 因為我有點不敢想像家裡有一隻跑哨虎的樣子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最後是隊伍的努力指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跑哨虎的速度 因為我需要他先手擊掌還有先手打輸出 而且他又是背心的可以不用投資太多特防 所以是22速度固執性格的耐久加的很少 經常會比對面很多中速的人還快一點 像是對面的快龍賽夫豪金剛星幾幾龍之類的 然後西場人因為是打水草誓約所以可以不用太快 我就選擇擊攻稍微加一點速度而已 耐久士一定可以接下減1克命爪 但是沒有威嚇的話就有機率被打死 所以還是一樣需要搭配威嚇或泰金 其他就是比較常見的配置 在開始實戰以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一定要按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來玩看這個隊伍吧 對面是一個 紅蓮凱奇艾紋士跟多龍的隊伍 你不會那個什麼 優威懸雲快速折返打自己弱點保險嗎 這個有點怪了吧 有點難說 感覺我們如果手發開個失地應該還行 手發夾咪咪加其實還人好啦 如果他是碎類鎧甲的話 他可能會太精草或惡 感覺火爆獸也是可以打他 火爆獸加一個人 金剛星或咆哮虎 其實兩個都還不錯耶 因為咆哮虎比較好打多龍 金剛星可以給他搶地 感覺可能金剛星好一點點 就是4個吧 對面手發多龍加紅蓮凱奇艾 那他應該是弱點保險啦 就反一下自己弱點保險之類的 那我想想 草之誓約 加水之誓約 除非他左邊點挺住 當然點挺住 出發所以卡起來還好 我只要能夠打到一次誓約就好 除非什麼呢 除非他左邊守住 然後右邊龍劍啦 他應該是不會吧我感覺 我們先開個濕地好了 對面挺住這個還行啦 挺住然後反自己吧 因為我只要開出濕地以後我就一定比他快啦 還是他挺住龍劍 挺住龍劍也是行啦 這樣我還不用換人 因為他龍劍一定打左邊 好的開個濕地 那對面就算觸發水利鎧甲還是會比我慢 然後反我一下 無所謂啦把我打死就好 他甚至還沒有觸發水利鎧甲 他可能是 覺得我會 雙點左邊是不是 右邊上愛管師 然後我就上金剛星就好了 那還不錯啊 因為我上金剛星之後 他是會死的 好的對面是 精神種子的愛管師 其實我也可以上火爆說 金剛星好一點 因為金剛星頭戴極度折返是克制愛管師的 好開個場地 我這裡主要解救愛管師就好了 只要他右邊不要太近啦 急速遮反 加上 魔法閃耀 還是水之四月雙點 他左邊會有光放嗎 其實不一定會有耶 魔法閃耀好一點嘛 以防對面太金草之類的 如果他是太金草的話 好愛管師下去了 下去上誰都行啊 像多龍是不是 他多龍會死吧 直接我一個魔法閃耀 應該是不行啦 這邊連寶嗎 不點連寶 好的 那我至少先打死多龍 那這裡紅一凱奇開空間嘛 你不可能同時有挺住的空間 反出火爆說 那我感覺我噴火是要穿了 只要他沒有開出空間應該可以穿了 然後察覺要對面右邊偷袋 左邊弱點保險 看起來就是弱點保險嘛 所以沒什麼好說的 直接沒閃死我啊 就差一點點 剩一絲血而已 對面 廣域戰力右邊嗎 我不會死吧 傷害非常的可憐 因為紅綠凱奇本身 特攻其實沒有很高啦 通常需要依賴生命保存 增傷才會夠 廣域戰力熱風 挺住家一個技能嘛 所以我這裡應該 只要把愛管師解決就好了嘛 對面開出精神場地 然後我可以怎麼樣 噴火 需要太金火嗎 其實好像也可以太金火耶 太金火噴火 加上 水之誓約的威力會高一點 水之誓約打右邊好了 好的我們直接太金了 因為這裡我就不需要跟他拿場地啊 他也沒有機會打 他也沒有機會點廣域戰力啊 所以是還好 我只要阻止他開空間應該都行啦 太金火炎盡滿血噴火 太金火炎盡滿血噴火 對面挺住無所謂 應該是活不了的我覺得 這個已經是最大威力噴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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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種碎裂鎧甲的你只要沒有拿到速度優勢其實也是不好打 最後可能是月月熊 月月熊接噴火 應該是不行喔 噴火 然後 水之誓約打左邊嘛 對面投降 好的那這場就戰勝了這個 弱點保險碎裂鎧甲紅林凱奇跟月月熊的隊伍 詭計賽一副豪 還有月月熊 假如我們能夠鐵壁到一次的話 其實倒是沒有很怕月月熊 所以手法布里卡龍應該還行 布里卡龍加金剛星嘛 然後 這個手法比較怕什麼呢 比較怕對面開出空間以後搬家是鹽崩我會說啦 還有 賽副豪可能有點麻煩 所以感覺炮哨五是得上的 炮哨五加一個人 第四個人 對面不一定會選頓鍋 因為我這隊草戲有點仍蠻為患 頓鍋一個都睡不到 火爆獸或其實海人都可以 如果對面沒有開出空間的話 火爆獸比較強 開出來的話其實海人比較強 可能其實海人好一點嘛 就是四個嘛 對面手法 班吉拉斯加跑的時候可以 這個手法我是不怎麼怕的 因為班吉拉斯 比較可能是背心的嘛 所以我這裡只要左邊守住右邊換人就好 好我先吃個青草種子加烏防 對面後排應該是 賽夫豪加 頓鍋之類的吧 好對面也威嚇我一次 然後開出殺暴 我這裡左邊守住很安全的吧 左邊守住然後右邊換炮哨五 好我們先下去重置自己的武功下降 順便威嚇一下對面 對面這一隊 不是很好打炮哨虎啊 只能靠越雄而已吧 但他沒有手法多邊手 好對面兩個人武功建義 右邊應該是背心啦 而且他可能會泰晶飛行 對面泰晶班吉拉斯 泰晶飛行 打泰晶爆發吧 順便為了抗草 因為 我也可能會打草之進 他這裡可能會擊掌右邊啦 或擊掌左邊也可以 都可以 好我先劍刺防守 對面擊掌右邊 然後泰晶爆發打空 那這裡我就可以泰晶了 好我可以泰晶然後 鐵壁一次 咆哮我再下去就好 咆哮我還可以留著 威嚇他的剩下其他人 好的這可以看到我的咆哮我是全場最快 因為我們加了很多速度 左邊泰晶火 鐵壁一次 然後 急速折返他的 咆哮虎好了 用反班加斯也沒什麼威力啊 對面反班加斯下去 他被威嚇過一次就沒什麼用 右邊上塞富豪好的 然後我先泰晶 那我這個泰晶就 功能不大啦 但是塞富豪是沒有技能可以打火器的布里卡龍的 因為我們是防彈的 所以免一暗一球 然後火器又抗桃警場 好反他一下 對面可能會點拋槍的話 這裡反出金剛星可能會好一點吧 因為金剛星也可以威脅他塞富豪我也喜歡馬力 好上個金剛星 然後對面拋我右邊這個還行 左邊上多邊獸 好的 他開空間我倒是不怎麼介意啦 加個特攻 然後我鐵壁一次 現在物防加三 對面已經太經過了 所以我這裡可以直接雙點左邊就好了 加三鋪擊加上急速則半建議 看能不能夠打死左邊手吧 如果打死的話就好一點 打不死也還好 因為炮小虎背心的是很好打塞富豪的 對面已經太經過了 所以 我只要一個Pilot塞富豪一定會死 我們就 鋪擊左邊 對面這邊 除非左邊換上班基亞斯 他換上班基亞斯也無所謂 鋪擊左邊然後 極速則半 對面軌跡第四 然後點空間是不是 點空間的話你可能速度會有點太快 因為這隊的賽富豪可能是極速的 然後先上個炮小虎好了 然後我先鋪擊 直接秒殺 對面說弱鋪擊 這個加三鋪擊本系的威力還是挺高的 對面這邊只能怎麼樣 他只能夠 上炮小虎然後擊掌我 擊掌加淘金草之類的 可能擊掌 右邊加上淘我一下 然後把他炮小虎打死 我現在物防加三了所以對面 唯一能夠威脅我的技能 就是強化以後的淘金草而已 其他都還好 我想想 我這邊要賣一個人嗎 其實我也可以賣一個人 現在青草場地兩回合 這邊就是看我要不要保 布里卡龍的血量 先自防守 然後右邊 換上金鋼青好了 我感覺金鋼青這裡也是可以死 保炮小虎的血量可能比較好一點 就是以防對面選擇擊掌我右邊 加上我也被威脅過了 如果金鋼青沒死的話 我就等一下在上的時候馬力打他就好 因為他這裡應該也不敢再詭計一次吧 再詭計一次我是可能會把他打死 好我們右邊上個金鋼青 然後尖刺防守 防對面的淘金草 因為他直接淘我的威力還是比較高的 對面擊掌右邊 好的 然後呢 愛你球打右邊 這個還行 拜託把我打死 拜託把我打死 非常好 他應該是神秘寶珠的 他不是神秘寶珠的 那可能是金屬魔吧 這裡我們就 上個咆哮湖就好了 我派落右邊他是一定會死 所以我只要派落右邊加上 撲擊左邊就好了 除非對面左邊下去上班加斯接我的撲擊 那好像也還好 我感覺 撲擊 加上 派落吧 對面左邊下去 這個還行啦 班加斯接個加三撲擊力度還是會比較高 他就想要再威嚇維持吧 然後右邊可能會耍住 右邊耍住 還行還行 因為我這邊沒什麼必要冒險 這邊選擇最安全的操作是可以打印的 鋪他一下 大概鋪了快一半左右 然後沙暴停止 所以他可能會再威嚇維持 腳下青草消失不見了 所以我就 然後 繼續撲擊左邊防止他換炮燒虎 然後 閃營成鋒打塞浮好了 因為我的速度是比班加斯快的 所以他只能夠逃進車而已 對面直接逃我一下 這個還行 我是背心的隨便接 而且布里卡龍的特防也不低 他只要不讓他應該就死了 好閃營成鋒 那對面應該是沒有任何手段可以打得死布里卡龍 他唯一打的死我 這不需要擊中了 我加很多物攻 他唯一打的死我手段就是 賽富豪 軌跡 兩次或三次以後的淘金草 所以我只要阻止他軌跡就行了 鋪擊鋪一下 剩一點點血 閃崩還行 閃崩沒這麼傷害 而且我速度比較快 繃死我炮燒虎 這個還好 我們這邊只要雙手住把他擊掌拖完 然後鋪擊左邊 其實還能就可以隨便打炮燒虎了 呵呵 應該是贏了啦 我速度也比他快 對面威嚇為死我物攻都減多少了 物攻可能減四吧 物攻減三物防加三 我們這邊就尖刺防守 加上守住就行了 對面還沒投降是不是 對面應該是沒有機會贏的 那我先尖刺防守一下 對面擊掌右邊 擊掌左邊那你要扣血喔 然後呢閻崩呢 閻崩還行 他是鋪擊右邊 對因為魔法閃耀就死了 鋪擊左邊啦 加上魔法閃耀好了 好我先閃一次 因為我只要閃一次他的左邊就死了 防止他的刨罩虎 有帶守住之類的 雖然刨罩虎一般不帶守住了 對面拍落 無所謂 我現在已經沒有道具了 然後直接撲死 哇布里卡龍 Solo對面全隊 非常好 那這場就戰鬥了這個 番吉拉斯鬼祭賽富豪 跟多邊兽的空間平衡隊 對面是一個 比較神奇的隊伍 這個是火神而強化的吧 兩個威嚇然後一個擊掌 感覺我們手發火爆送應該還不錯 火爆送加假面沒有好啦 看我們機會打獅魚啦 因為我這兩個人比對面大部分的人都還快 所以我可以先手打一個火之獅魚 然後後排布里卡龍也是不錯 雖然我覺得其實海人也不錯耶 因為暴力龍不好打我 快龍不好打我 巨亂將 還可以吧一倍 雞龍不好打 可能其實海人好一點 我想一想 其實海人加咆哮虎好了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對面有點怕威嚇 就是四個吧 對面手發巨亂將跟快龍 這個還好啦 他可能會擊掌我 察覺到快龍的文幼果 還有 等一下 巨亂將是氣勢批帶的嗎 那我火之誓約可能要秒殺了 火之誓約 加上泰晶幽靈 草之誓約打錯邊 先把巨亂將打死好了 除非要泰晶啦 批帶可能會泰晶鋼 如果是批帶的話 我們先泰晶幽靈躲這邊擊掌 還有順便躲神速啊 快龍也可以點神速 雖然他這個應該先打火爆說才對 不然我噴火再打散他 但是我們先鎖火之誓約就好了 對面 急掌拍右邊無所謂 然後我先草之誓約 加上火之誓約 好開個火海 先把他批帶打出來 批帶巨亂將有點罕見啊 因為他的耐久其實沒有到那麼的脆啊 對面這回合會燒死啊 看快龍點什麼 啊順風是不是 順風好像也還好耶 因為順風快龍會有甲蜜蟒快嗎 其實不一定會有 文有國的快龍 看他隔壁的速度多快吧 甲蜜蟒圍巾的速度是180幾 快龍除非是加 很多速度吧 急速可能才可以 對面左邊上幾幾龍 那我其實可以先把左邊打死 火之誓約 加草之誓約雙點左邊好了 看他有沒有快 雞龍一定沒有啦 好的對面左邊太經 太經 水是不是啊 應該是太經水吧 太經地面好了 那看你跟我誰快啊 如果對面快龍可以把甲蜜蟒打死就還好 打不死的話他自己就會死 幫助是不是 幫助地震喔 文還比較快啦 威精了 對面開出順風大約等於沒有開 這可能會秒啊 這是眼鏡呢 威力比噴火還高 因為是150威力 好的直接秒上 哇 太厲害了 草火事約要打穿了 對面這隊不是非常看火 好再燒他一下 那對面現在已經可以看出 我是威精啦 左邊上火神了 火神了 好的 那這裡看什麼呢 看快龍能不能一回合把我打死 還有看火神的速度加多少 這隊看起來蠻像是強化隊的吧 所以我覺得雙點左邊應該還好 如果他這邊 點耍住的話 對面順風等下就快結束了 所以應該還好 火神了是打不動跑照虎的 然後他又可能是 多重零片的 文誘果的話有可能多重零片的 所以感覺後排打他還蠻強的 我們就繼續雙點左邊好了 先把左邊這個位置打死啦 快龍可以不理他 因為快龍對我其實沒有什麼危險 文誘果輸出也不高啊 有沒有幫助 幫助熱風嗎 好的我比較快啦 因為火神二通常不會加那麼多速度 這個就是圍巾甲苗厲害 現在環境中 能夠快過圍巾甲苗的人也不多 啊沒死 就差一點 好吧 因為火神二通常太高 這是一倍傷害 熱風 打死甲苗這個也還好 這個問題是不大的 因為我可以上後排 火海再燒一下快龍 火海只能夠燒不是火系的人 所以火神二是不會扣銜 我們這邊先上炮燒火吧 先把對面的順風給托完 好的對面是多手鈴片 火神應該也沒有技能可以打死 火爆手吧 但他可以點幫助就是了 我們就 火之視約左邊 擊掌右邊 對面點手住的話我就等對面順風結束以後 再打他一下應該就行 因為我是極速的啊 火神二不一定會極速 好的對面崇鳴 這個還好我是背心啦 所以傷害不高 崇鳴加熱風那他是沒有技能打火爆手的 應該會死 好的 那現在三個打一個 減一快龍 快龍是沒有技能打我啊 文誘果然後幫助順風加兩個技能 不知道帶什麼 神速加一個吧 好的對面吃個文誘果 感覺手發就快打完了 對面順風停止了 火海也消失不見了 然後這裡就 我要改鎖別技能嗎 其實我感覺是不是不用啊 我好像 繼續打火之視約也是行的 火之視約加上 拍弱吧直接把他打死就行了 他應該是打不動我的 好歹先燒他一下 他也不太高 看火了 然後 然後我 我先拍弱嗎你也太慢了吧 對面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我拍弱不是 我們這個炮燒我速度加很多啦 對面是比較慢的快龍 輔助快龍啊 加很多耐久 好的火之視約 加上繼續拍弱他應該就死了 對面投降了 那就場就戰勝了這個 順風快龍加巨斷將還要火神的隊伍 對面是一個 烈咬露莎的順風隊 對然後加上一個應該是圍攻的氣勢猴啊 他應該是 富豪金圍攻氣勢猴吧 我們可能可以手發 火爆獸加一個人 火爆獸手發比較怕對面手發 順風地劍之類的 火爆獸加咆哮虎 但是會有點怕他手發氣勢猴 然後直接憤怒之間把我做死 火爆獸加 金剛星 後排放咆哮虎加布里卡龍好了 就這四個吧 對面手發皮可西加三手惡龍 那他可能是 右邊是眼鏡呢 左邊是文右館 好的眼鏡就有點恐怖了 對面直接點流星群我是會死 左邊先上個跑哨虎 然後右邊 急速折返他的三手惡龍 這樣可能比較好一點 我們左邊先下去 防止他的惡系技能跟龍系技能 我是背心啦 所以打這兩個人算比較好打 然後對面皮可西守住這個無所謂吧 反正我也沒有打他想放我噴火 因為我可能是圍巾噴火 大聲咆哮 無所謂 眼鏡大聲咆哮 力度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急速折返你可能會死喔 這個是頭戴的 啊就差一點點 不過急掌他會死 我們就 然後 右邊再上一次火爆手 然後這裡就急掌噴火就好 我想一下後排 沒有人抗噴火 烈魯莎啦 但烈魯莎還好 就急掌右邊 然後噴他一次 我需要泰金嗎 我想想 泰金就是確保可以把皮可西噴死 我需要泰金別人 其實我可能會泰金布里卡龍 所以我這裡先不泰金好了 先噴他一次 右邊下去這個無所謂 我只要確保他不能出手就好 香料露莎好的 那我還是一樣先噴他一次 因為皮可西是 通常沒有技能可以打火爆手 對面看好嗎 無所謂 好先噴他一次 噴過半了 傷害還不錯 然後左邊是文柚果的 剛才有看到 回到半血 右邊換下去 因為烈魯莎是 不好打布里卡龍 我想想想他可能會 剁腳剁的 咆哨虎之類的 水武可能雙換比較好 是不是 左邊換 金剛星 右邊換 布里卡龍好了 因為我兩個都落地面 我先留一下刨哨虎 因為對面的 三手惡龍的血量 我一個吉祥他就會死 我先吃個青草種子 物防嘉義 然後刨哨虎也先下來 上個金剛星 這邊龍爪右邊還好 傷害不高 大概40幾點血 生命保住 然後月亮之力左邊 非常的好 還行還行這個傷害 這裡我其實可以 雙青草滑梯 他如果月亮之力大 我右邊其實傷害會有點高 青草滑梯 加上 尖刺防守 可能先尖刺防守一次比較好一點 防止他的月亮之力 右邊鎖住 然後月亮之力吧我覺得 好的我也先監視防守 青草滑梯打空 對美月亮之力打右邊 好的 那我這裡可能會需要太金火啦 太金火 也會 不抗三手惡龍就是 但三手惡龍對我的威脅應該沒有到太大 我們就 滑右邊 然後太金火 滑右邊嘛 對美右邊下去 讓賽夫好好的 那我這裡可以上咆哮虎啦 那我這裡可以上咆哮虎啦 所以也不是打不了 好像太金火了 因為布里卡龍是沒什麼技能好打 賽夫好的 所以我們只能靠隊友打 火爆獸跟 咆哮虎都可以打打 左邊守住無所謂 我先滑他一下 傷害其實還挺高的 呵呵 然後右邊也滑他一下 大概滑到半血 那我這裡左邊上咆哮虎其實還挺安全的 因為對美兩個人都打不動咆哮虎 腳下青草笑是不見的 我們下去就好了 咆哮虎 然後 鐵壁一次 可能先尖刺防守好一點吧 雖然對美可能也沒什麼技能好打我 所以我這邊應該可以 直接點一次鐵壁吧 反正我也打不動他 點鐵壁好了 好左邊先下去 上個咆哮虎 對面靠馬 靠馬淘金潮之類的 軌跡一次 還行還行 那我也先鐵壁死 他這兩個是不好打我的 而且他就算是右邊 守住左邊打我 他也打不了多少傷害 所以我可以 閃煙重鋒右邊 撲擊或青草滑梯 其實我點青草滑梯沒什麼威力啊 所以我點鐵壁好了 我現在是沒有很怕賽夫好了 對面泰金了 好的 看他是泰金什麼呢 水或龍或妖精 泰金我就可以撲擊 泰金鋼的可以 泰金鋼也是弱火的 那看左邊要不要點靠嗎 左邊點月亮之類是不是 那你可能要死喔 我是背心啦 所以討價傷害 不會到太高 然後我閃煙重鋒 撞死他 因為他特攻加2啦 所以 還是比較麻煩一點 那他這裡 皮可西可以 打死我的布里卡龍 打死我倒是還好 好我在鐵壁死 因為我也沒有技能可以打他 主要性會這樣 對面月亮之類左邊 非常的好 那是更理想的結果 那我們這邊就 上個金鋼星就好了 金鋼星可以威脅三手二龍 然後開出 清草場地 他也 不好打地震什麼 右邊上烈雅路山 烈雅路山應該是打不動我的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我們就 木槌把皮可西垂死就好了 木槌左邊 然後右邊 尖四防守吃個草 右邊守住無所謂 他想要防我雙青草滑梯 但是我這邊只需要打死皮可西就行 因為三手二龍是沒有機會出手的 好的頭戴木槌 這一定會死的 那就還行 烈雅路山應該是 沒什麼技能好打我吧 他龍爪也不行啊 墮腳 傷害應該也不會太高 左邊上三手二龍 這個鞋讓我滑一下他就死 木槌右邊 我現在是 加零青草滑梯嗎應該是夠了 滑左邊 滑死他 然後烈雅路山是不是要打誰都可以 因為他如果打我右邊的話 我左邊木槌槌是他 打我左邊的話 他等一下也是打不動 我會吃草 地震 一定不會死吧 這個減半 傷害有點太可憐 我只能說這個就是烈雅路山 呵呵呵 滿地都是金剛性 讓你玩地震烈雅路山 有點奇怪了 好的 直接槌死 除草皮膚口血 除草皮膚口血 好的他就戰勝了這個 鬼祭賽富豪跟地震廖盧莎 的強化隊 對面是一個 索羅雅克隊 索羅雅克加班加斯 這兩個人不太是來騙 因為班加斯出場都開沙爆嘛 所以你只要沒開沙爆是假的 但這個隊伍看起來 蠻可能是索羅雅克 這個 急速車返 我想想急速車返我怎麼辦 我可能手發 賈妙妙加 氣勢喊人會好一點嗎 這個手發怕誰呢 就有一點怕 披帶的大扭拉吧 手發這兩個人應該還行 因為我有點需要 開出失地 然後後排 咆哮舞是必須帶的 這隊不是很好打咆哮 最後一個人 金剛星或是火爆手 對面如果是營火的話 我上金剛星比較好 如果是碎裂鎧甲的話 像火爆手也還行 可能還是金剛星好一點吧 就是四個吧 對面手發愛管師加大扭拉 好他是青裝的 對面開個精神場地 好對面吃個精神中子加特化 我可以左邊換咆哮為何 然後右邊點個 精神強念就好 好的我們左邊先下去 因為對面這裡可能會 柯咪爪爪打我的假妹喵 所以我先下去比較好 上個炮燒火圍合一下 對面大扭拉物攻-1 然後柯咪爪爪爪左邊非常好 那大扭拉是要死了 中毒了還好 我只要不要睡眠應該都還好啦 麻痺也還行 直接秒傷 這一定會死啊 4倍克制加上精神場地 加上生命保守 那對面點空間是不是啊 還是摸發誰啊 他可能點摸發誰啊 因為想說我是屁帶的 好開 開空間是不是 這個有點奇怪了吧 他想說他這個盒就會死 所以開空間 也許是 走門上西施海人 好的 我是背心的 但是接他一個技能 可能還是有點勉強 除非有泰金 泰金幽靈 然後 拍落愛管氏加上 摸發閃耀 先把愛管氏打死 我想想後排金剛行 其實我拿到場地之後打西施海人也不能打 感覺應該還行 拍落右邊 然後閃他一下 好的對面泰金 愛管氏嗎 這裡其實海人可以不用泰金嗎 泰金什麼 泰金剛的 也還行 問題不是很大 好 然後我也泰金 泰金剛他應該就是為了 不要弱越量之力嘛 因為我理論上可能會點越量之力 但是我覺得他保持水加妖精 這個抗性還比較好一點 至少跑射我還沒有技能可以打他 現在他純鋼器啦 我打他是可以打的 這邊靠馬 好的 應該是不需要靠馬加上泰金剛啦 我先閃一次 我還比你慢是不是 你也太快了吧 然後對面巨聲 可以啦我可以接一下 然後他是爽好噴霧 好的 加上我先拍落 把他愛管氏排死 這裡我可以 直接威脅他的騎士海人 看他後排最後的人是誰啊 好吻右果愛管氏 26點血 後排是班之拉斯 班加斯是若清草滑梯的 所以感覺是還行 開個沙暴 我想想 空間三個回合 所以我其實應該要留一下 好笑虎 上金剛清好了 講一秒可以留一下 如果空間結束我就還可以打 然後我右邊先守一下 好左邊先下去 保一下炮燒虎啊在空間結束以後我也可以閃電車風衝他 或者是 威嚇他的班加斯之類的 開個清草場地 然後收一下 對面炎崩 好的 沒有集中金剛性還不錯 然後月亮之力左邊 21點血 這樣我特攻不影響 清草滑梯滑他看能不能滑死吧 班加斯的物防有點高啊 所以可能會差一點 他的班加斯不一定會有耍珠 空間兩回合 所以我其實也可以怎麼樣 清草滑梯右邊 然後劉希是海人或是咆哮 咆哮我剩這個血量 感覺我只要威嚇他一次就夠了 我先把炮燒賣了吧 最後兩個人都可以死 因為空間最後我應該是可以先出手 好威嚇他一下 他的班加斯速度應該比其實海人慢 我先滑一下 看能不能滑死 直接滑死 這個就是頭戴清草滑梯 我想說 也許滑不死 所以這樣比較保險 月亮之力右邊 那遊戲應該結束了朋友 因為我這裡 是可以把空間拖完 我只要等空間結束以後 甲苑苑上來點 踢倒就好了 9點血甚至我還沒死 這裡上誰比較好 上騎士海人 因為剛才看到我比他慢 清草滑梯 加上 水之四月的威力比較高一點 對面燒出來 他要拖自己空間啦 這個還行 反正你不能再開一次空間 我想一下 場地跟沙貓是一樣多的嘛 所以我可以 左邊下去賣掉甲苑苑 然後 金剛性上來使用馬力他就死了 水之四月 上個甲苑苑 對面巨生這個還好 巨生我是一定不會死 水之四月 大概一半左右 那還可以吧 而且我們應該 快觸發激流 三分之一血量就激流 好觸發了 我也不太確定西之海人的體重多少啊 他的體重應該是 比較輕的吧 但是我點踢倒力還是比較高 因為他同時抗草 有抗蟲嗎 踢倒 加上 水之四月吧 對面投降 好的那這場就戰勝了這個 七之海人加愛管士加班茲拉斯的空間殺暴隊 對面是我剛拍片介紹過的那個陸地水母隊 陸地水母啊 他的速度比我快一點 所以我可能得要首發 甲苑苑加火爆說 陸地水母是泰晶水的嗎 他應該不敢在甲苑苑面前泰晶水吧 感覺應該還行啦 這個首發就 比較怕什麼 比較怕對面首發 火爆壽噴火 然後 咆哮虎也是可以帶的 有點怕巴不吐蕃 布里卡龍其實還不錯 布里卡龍太精火的話打這隊蠻強的 感覺布里卡龍加金剛性還行 就是吃的吧 對面首發 雙彈瓦斯加陸地水母 好的 我可以直接把他秒了 火之四月之類的 因為對面兩個人都沒有守住 火之四月加草之四月打他左邊 因為雙彈瓦斯是沒有那麼好打火爆壽的 雙彈瓦斯他只有 污泥炸彈跟 魔化蟹蟹我都抵抗了 所以我覺得雙點左邊應該還行 對面不太近嗎 那你就死了 他應該是點蘑菇包子吧我覺得 好的先把陸地水母給秒了 我只要阻止他睡我應該就還好啦 因為他這裡頂多把我甲蟹蟹打死吧 我還是希望他把我打死 拜託打死我 開個火海 好的我可以燒他一下 他應該是點蘑菇包子加 好的魔化蟹拜託閃死我 非常好 我這邊死掉比較好 死掉我就會上另外一個人 雙彈瓦斯的話我想想 好火海燒他一下 可以上個金剛星啦 就不知道他雙彈瓦斯速度多快 我之前拍片完那隊啦 是有加一點速度 所以我金剛星可能會沒有他快 但是上金剛星應該是好一點 至少我12馬力是克制他的 而且我也可以選擇太盡金剛星啦 看他後排誰 後排是火爆說好的 那我就太盡金剛星了 那沒什麼好說 他這裡會直接噴火 火之誓約打右邊 然後太盡火 10萬馬力 因為我已經知道他所有什麼技能 他所有魔法閃耀嘛 所以我太盡火兩個都抵抗他 主要就是我得要先把火爆說血量壓低吧 不然有點不好打 好的對面太盡誰都可以啦 太盡雙彈瓦斯應該是 火爆說 噴火 可以啦可以 雙彈瓦斯可以接一個 眼鏡火之誓約嗎 可能不行喔 有可能會死 好我們也先太盡一下 因為我們不是背心啦 所以他直接噴火我是會死 太盡抗一下噴火 如果他這裡是鎖暗影球的話 我們上布里卡龍是會直接免疫他的 因為我們是防彈 給我們點熱風 點熱風是不是有點沒有信仰呀 這不點個噴火 他覺得我是微鏡是不是 我是眼鏡的啦 火他一下 直接沒打死 就差一點 十二馬力 先把左邊打死 因為他這隊應該是 應該是滿速的吧 滿速你就自信噴火就好啦 應該沒有必要點熱風 魔法閃耀 無所謂 閃耀很低呀 再燒他一下 會燒死嗎 剛好燒死 非常好 哇 這是火海的力量 對面斷線了 好的那就戰勝了這個 我前陣子剛拍片介紹過的 雙爛瓦斯加陸地水母還有火爆獸的隊伍 對面是一個 刺龍王跟鋁岡球龍的雨天隊 刺龍王我打他好像是有那麼一點能打 因為他特攻手 而且他有可能會有暴風 這隊的分析技能有點多 我們這個 濕地要開嗎 其實也是可以開啦 因為開的話他可能就會沒有快 首發假妙妙加西海人好了 然後 鋁岡橋龍的話 我感覺火爆獸打他還可以打 只要我們能夠開出失地的話 我可以暗球打他 因為他這隊 不怎麼抗幽靈 最後一個人 咆哮虎或布里卡龍 布里卡龍例如飛行 咆哮虎可能好一點吧 就這四個吧 對面首發 賽富豪加快龍 好的首發兩個抗草的人 所以我事約有點難打 嗯 但是我還是得點失約吧 草之失約 加水之失約雙點左邊好了 對面 泰晶賽富豪王 看他泰晶什麼都可以 再負到泰晶屬性 有可能會抗草 可能泰晶龍啊之類的 泰晶妖精 那你還不抗草 那這還不錯 他是為了抗什麼 他為了抗牌肉 假面貌通常會有27技能 那我先草之失約 那非常好 我先動啦 一定先動 因為全場最快的是甲蜜蜜 然後水之失約 可能會死吧 好直接秒傷 非常理想 對面不太近還不會死喔 不太近應該是殘血吧 非常理想的第一回合 那看快龍打什麼都可以 對面 開順風這個倒是還好 那他應該是多叢林片 多叢林片帶零射之類的 這種配置應該是不好打刺激海人 因為他可能是 零射神速鐵頭或是加冰犬 通常刺激海人是可以看到大部分技能 左邊上鋁港巧龍 好的 那我想想 我這裡左邊也可以下去 我可以威嚇一下他的快龍 因為他的快龍可能是怕威嚇 然後 點個魔法閃耀可能比較好 對面後排大嘴歐嗎 還是我這裡要泰晶騎士海人 泰晶騎士海人應該是最好的 因為其他人都不怎麼學泰晶 感覺還行 泰晶毒魔法閃耀好了 因為我這裡一定是比那邊快的 實地控速是降到四分之一 然後順風是 速度兩倍 所以現在對面的速度相當於我方開了順風 好的右邊多叢林片 我覺得快龍多叢林片真的是 比較怕威嚇啦 右邊下去還好 像大哲爾吧 他應該就是為了點電光束而已 但是電光束我如果是 不弱電的話我是不會死 電一下頂多就一半左右 好的我們先泰晶毒喔 消掉電氣弱點 因為對面剩下這幾個人 也不克制毒系啊 所以我現在不抗水啊 然後我先閃一次 好左邊是背心的 然後對面電光束 這個還行 然後打右邊 我可以接一下 好的66點線 那我這裡可以把他背心拍掉加上 一個技能打大嘴喔 我覺得可能點精神強電好那麼一點點 因為他可能會有廣防 那右邊好了我先把他背心拍掉 對面廣防這個還好 然後我先拍龍 好拍到半血 對面持久力第二次物防加2 我先精神強電 先把大嘴巴打死就好 這樣對面等一下不能廣防他只能夠繼續 打我的右邊的位置 但是我只要上火爆獸就可以了 因為快龍是不好打火爆獸 對面電光束打誰都行 打左邊是打不死的 因為我是背心的 應該頂多就一半 好特攻加2 打右邊還行 因為我的其實海人現在對他威脅比較大一點 快龍也是弱魔法閃耀的嘛 所以我這裡 炮燒虎可以反下去 左邊沒有背心之後一個暗影球就會死 對面右邊上快龍 察覺到對面 龍之牙的嗎 怎麼會有龍之牙快龍這個有點奇怪吧 龍之牙嗎 有點罕見喔 急速折返右邊 然後暗影球左邊 左邊也沒有耍住嘛所以還好啦 左邊一定會死 好我先暗影球 然後順便把他特性給破了 這一定會死了 旅關橋龍特防很低 看他點什麼他應該點零射 他可能就想加速 我先反彈一下 把他的多重裡面給破了 剛才看到他的特性 好的然後反出假妹妹 雖然假妹妹也是 沒有什麼技能好打快龍 但是我這裡 也可以點誓約啦 雨天結束的話我可以點 點 炒火事約 零射左邊 等一下 沒有老千骰子的零射嗎你怎麼敢啊 等一下 三下可以接 三下 還行啦還行 雖然對面應該有神速 降個霧房 然後加速度 他應該是有黑霧的吧 對面屍地消失不見了 等一下神速 順風 零射 黑霧嗎 所以沒有守得住喔 有點奇怪這個配置 我想想 我覺得再威嚇他就好了吧 然後 暗影秋打他 我有需要點誓約嗎 應該是不用啦 我先威嚇好了 對面投降 這場就戰勝了這個 順風快龍跟鋁剛橋龍的雨天隊 對面是一個 絕對零度隊嗎 等一下特性呼喚絕對零度我想想 這個我要怎麼打啊 怎麼可能手發 咆哮虎啦 他的咆哮虎是 悲心啦 好像有點難打耶 而且他有財影 我可能是 得要手發 火爆說才行 火爆說怕誰呢 就比較怕咆哮虎啦 西施海人可能還可以 手發這兩個人 然後後排 咆哮虎也是可以上的 因為咆哮虎也克制他蠻多人 加上最後一個人 我倒是沒有什麼技能可以打皮克西喔 賈妹喵 千變萬化可以打他的拉普拉斯 然後急速則反應可以打他哥德小姐 避免他踩影 就這四個吧 對面手發青銅中加 皮克西 好的青銅中可能會太近 但是我這裡 右邊防身近 左邊是心靈香草的 我想想後排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後排 應該是拉普拉斯加 你有巨人吧 所以我這裡其實可以接太近 如果他沒有哥德小姐就可以太近了 太近噴火 加上魔法閃耀 除非他太近是 火之類的 我不知道太近什麼 如果他太近火的話他可以太近 好的我先太近了 因為我速度比他快 我們直接太近火增加噴火的威力 因為他後排 不是很好擋噴火 拉普拉斯也是不抗火 也是一倍 你有巨人也是一倍 對面太近他必須太近啦 不然噴火他一定會死 所以看他太近什麼而已 太近火嗎 惡系是不是 噴的就是你太近了 還敢太近了 因為其實海人通常是 不帶魔法閃耀的 右邊守著無所謂 他應該是死 還在那邊玩什麼特性互換一擊必殺是不是 就不用換了 這種手續很多的隊伍就 很怕遇到活力太高 你要換之前自己就死亡 直接噴到殘血 加上魔法閃耀 應該是結束了啦 對面這個手法應該就輸一半了 我想一下他後排 如果是有咆哮虎的話也許勉強能力 因為他可以 擊掌加點一個技能 但是皮克斯應該是 手續月亮之力靠馬加 治癒波動之類的吧 所以感覺應該還好 他上刨哨虎的話 我就 喔拉普拉斯 無所謂吧 拉普拉斯怎麼直接噴火啊 我覺得應該不行 應該是不行 噴火 不怕閃耀 應該是會死啦 好對面投降了 那這場就戰勝了這個 特性互換絕對零度的隊伍 對面是一個 雙彈瓦斯跟 陸地水母隊 可能首發 假面喵加火爆說還算是不錯吧 因為我這隊 也沒有太依賴特性說真的 然後大牛拉的話 我可能得選一下跑照舞吧 跑照舞還不錯 最後一個人 金剛星 可以免疫蘑菇包子 可以打陸地水母 然後打 雙彈瓦斯也還行 就是比較不好打快龍而已 金剛星或是 騎士海人 感覺可能金剛星好一點吧 就這四個吧 對面首發 賽富豪加快龍 好的 這個首發我是不太介意的 看到什麼道具 右邊是圍巾 左邊是老千骰子 他圍巾也不會有我快 所以我可以接8秒 草之失業加上 火之失業吧 先把賽富豪打死好了 看他有沒有太精 好對面不太精嘛 那就秒了 這個就是圍巾假貓的好處 賽富豪一定不會有我快 好先秒了一個人 然後開個火海 那對面快龍如果是多重零片的話 他會沒有特性 因為快龍 如果是老千骰的話 通常是多重零片 他點什麼技能 他應該點零射吧 零射左邊 非常好 拜託打死我 拜託打死我 應該會死 5下會死 4下不一定 9點血拜託打死我 非常好 因為我不想留在場上 我其實是開完火海就可以死了 然後對面降了物防 加個速度 火海燒他一下 那我這邊可以先威嚇他一次吧 順便把他道具給拍了 感覺還不錯 對面後排上大條拉 那你這兩個人會有點太怕威嚇了吧 啊精神力的 好的 精神力老千骰子是比較罕見的 對面後排應該是愛管師 所以我也可以 急速折返 急速折返加上 火之士約雙點右邊好了 他右邊會點鎖住嗎 右邊鎖住左邊換人 應該是不會啦我感覺 因為他快龍已經搶到過一次 所以我雙點右邊應該是行 對面零射 應該不會死吧 等一下 4次可以接 3次 4次 14點血 非常好 集中的事項 降個物防 加速度 然後呢 地獄突刺 喔雙點喔 雙點就雙點嘛 其實也無所謂 地獄突刺的太近二了 板台上 主要是我想要再威嚇一次而已 上個金剛星 他現在零射兩次了 所以物防節日 後排應該是愛管師 愛管師的話我鎖住比較好 說木鎚 說木鎚嗎 火海燒他還是這樣 然後上個炮燒火 對面現在 兩個人都減二了吧 沒有 左邊 加零啦 又跟減二 所以他右邊也可以下去 精神力的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 鎖十萬馬力 打他的愛管師 十萬馬力加 拍弱雙點可能會比較好 還是拍左邊 感覺拍左邊好一點 看他要不要換人 對面快龍守住 好的那大魯拉可能會死 除了他科命爪然後我睡著 雙守住 脫我的擊掌 應該是 那後排就不是愛管師囉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火海再燒一下 火海再燒一下 他現在兩個人都半血了 這個火海雖然燒的速度也慢啦 但是還是有點用 嗯 不是愛管師就是 陸地水母嗎 如果還沒上的話 你不可能雙大瓦斯嘛 純馬力右邊 左邊應該是 泰金鋼之類的 所以我拍弱打左邊 一定是至少一倍了 只是看來右邊要不要下去了 嗯 牌羅自己打左邊好了 對面右邊下去了 還行嗎 看後排誰 愛管師可以 那快龍就會死 快龍現在頂多就零射再 多零射一次吧 不過影響不大 踢倒 47點血勉強能接 然後我牌羅把牌死 加上10萬馬力打他一下 10萬馬力 批帶的 批帶的話 會燒死 等一下 那就二打一喔 那感覺還行 是不是 因為大爾拉應該是 泰金鋼吧 如果是帶 2C技能的話 他泰金鋼 而且他只有單體技能 他還沒有炎崩什麼 對面火海消失不見 我們開了火海發揮作用 直接把愛管師燒死 他這裡近戰會這樣雙防 然後 觸發精神中止 這個倒是沒有差 反正精神中止加特防 他可能會泰金2 10萬馬力然後 我這裡可以泰金幽靈 泰金幽靈閃電衝鋒 還是泰金金鋼星 因為金鋼星我無論如何都可以借他一下柯名爪 所以我應該 泰金跑射虎好一點點 閃電衝鋒 對面有守住就守住我覺得應該還好 好泰金幽靈 泰金幽靈 防一下對面的近戰 對面守住這個還行 那等一下會惡系技能到我右邊 只要他不要 克命爪打我左邊然後我睡著應該都還好 因為他這盒如果把我炮炸我打死 我打他使完馬力然後他再打我一下 我再把他打死 我使完馬力只要中兩下就會死 我還可以出手兩次 閃電衝鋒應該也是會死 對面泰金二 好的 反正他不管泰不泰金我都是這樣點 泰金二地獄圖刺打跑射虎 好的地獄圖刺 這個還行 打右邊 先把我打死 我現在的 輸的可能就是 克命爪然後爪出睡眉跟麻痺加上我不能動 或者是我錯過 就這兩種機會而已 12馬力 死了嗎 那就沒事了好不好 我想說 也許差一點點 這個就是頭戴12馬力的厲害 好的那這場就戰勝了這個 青裝大牛拉加 零射快龍的隊伍 對面是一個 順風噴火的隊伍 火爆壽風妖精 頓菇不一定會選啦 但他可能會首發梅納斯 這個有點麻煩 看看我有沒有機會 開出失地好了 首發 賈美妙加 其實海人 開出失地打他應該是可以打的 然後 金剛星爺得選 因為對面 感覺應該是有地震 金剛星爺比較好打梅納斯 然後又可以 免疫蘑菇包子 最後一個人 我如果選布里卡龍的話 可能會需要太金火 可能炮燒我會好一點 因為我也可以威嚇烈魯沙山 身後打蹲骨打 風妖精 打火爆壽 拍都打火爆壽啦 就這四個吧 對面手發風妖精加火爆壽 好的 這裡他如果直接順風噴火 我是會死 他看到我圍巾 還有看到我身邊寶珠 他應該是點順風啦 不然我一定比他快 所以我這裡可以左邊下去 當他噴火 加上 水之視野打左邊就好 好的我們左邊先下去 防止他直接順風噴火 因為火爆壽的速度 只有比假面貓慢一點而已啦 所以順風下一定會比我快 對面太金了 他太金可能想要防我的突襲吧 因為假面貓可能會在突襲 那他應該太金火吧 太極妖精是不是有點罕見 就是為了 可以抗惡吧也許 那也還行 然後開順風 他一定要點順風啦沒有辦法 那我下個盒就點魔法閃耀就好 加上噴火可以啦我隨便接一個噴火 傷害不是很高 水之視野 啊殘血了 好的 火爆說有點脆 那我們這邊就點 閃焰衝鋒加上魔法閃耀就好了 他這裡可能開晴天啦 先把左邊打死就行了 因為他應該是沒有技能可以打死騎士海人的吧 雙點我說不定都不會死 左邊耍住 他是木炭的嘛 加上月浪之力 打右邊 還行還行 45點血 降特攻勉強可以啦 影響沒有太大 好他是皮帶的 這個算是預料之中 對面應該是 帶泰晶爆發的吧 如果是泰晶妖精的話 噴火 你應該還是得帶個熱風之類吧 噴火熱風暗影球 守住吧 那可能沒有泰晶爆發啦 所以他應該是沒有技能可以打炮燒虎的 右邊上三手惡龍 三手惡龍應該也打不死炮燒虎吧這個血量的話 我想想 我們可以直接閃燃乘風衝左邊 然後右邊要守住嘛 現在對面順風兩回合 還是先守一下好了 炮燒虎死掉就算了 守一下防對面的 暗影球或者這類的 因為對面打不動炮燒虎嘛 流星群左邊我可能可以接一下 他是眼鏡的嗎 或是生命寶珠啦 如果是生命寶珠我可能會死 好他是生命寶珠的 因為他現在特攻-2啦所以打我也打不太動 我們就走向金剛星嘛 我的青草滑蒂是可以直接威脅他的 而且他特攻-2之後他右邊只能下去而已 他後排有什麼可以擋 青草滑蒂跟莫拉塞號的手段嘛 就是鈍菇吧 如果他後排是鈍菇的話 好左邊 加上 閃他一下 對面右邊守住 那左邊不要了吧應該是 還是雙守住啊雙守住應該沒有意義喔 雙守住 他拖自己順風是不是啊 雖然順風也沒有差啦因為對面兩個人本來就比我快 他應該是想拖我擊掌而已 但是我這裡是不用點擊掌 對手順風停滯 對面如果是烈耀路沙花他不會上來啊 青草滑蒂左邊加上 魔法閃亮應該是挺安全的 嗯繼續閃他好了 對面左邊下去保一下火爆霜 美娜絲是不是那美娜絲會死喔 這是頭戴的 直接 沒話死 好的 惡之波動只要不會說就行了 他死了嗎 減2也死喔 最重要害 應該是不會死啦我覺得 因為是抵抗然後有減2 然後他是勝販美娜絲 我想想 上甲妙妙 然後我這裡說什麼好一點呢 說踢倒 踢倒踢他應該還行啦因為 火爆收血量不多嘛 所以我就滑左邊然後 踢倒右邊吧 真的是沒有辦法了原本我應該可以打死他的 右邊下去那火爆收就死了 他應該是左邊守住右邊換人了 這個也還好我認為 察覺到我的頭胎 察覺到我的圍巾 然後先滑死他 那可能會雙殺吧 畢竟就是本系踢倒 我不太確定火爆收體重多少 但他挺脆的 啊剩一點點 還行啦還行 因為我踢三手都應該踢得死 滑右邊除非對面把我場地拖完了 場地兩回合他要連保才夠啊 加上踢左邊 對面左邊守住 雙守住是不是他想要 兩個人都點連保吧 應該是 他想把我場地拖完了 他只要連保失敗他就會死 連保成功的話也許勉強有機會打吧 我們這邊 就一樣一邊點一個就行了 滑右邊 踢左邊 對面不點連保是不是 那應該會雙殺吧 看一下本系踢倒因為三手二龍 體重應該比較重吧 通常這種種族值600的體重都比較重一點 大部分都是 本系踢倒 直接踢死 對啊就算是100威力應該也會死 120一定死 好的那這場就戰勝了這個 瘋妖精加太金妖精火爆獸的 順風噴火隊 那我們今天就玩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一定要幫個喜歡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也記得按下訂閱支持我做更多影片 最後非常感謝每個YouTube頻道會員的支持 掰掰 請訂閱 鼓勵 看 不可以